我觉得这样的白菜你一定没吃过 整鸡去头去角 拆下鸡熊肉备用 把剩余的鸡肉切成小块 倒入冷水下入鸡肉 去除鸡肉里的血水 另起一锅加入葱姜熬煮两小时 表面的鸡油千万不要捞掉 它会让它越熬越香 鸡熊肉切小块 加入葱姜料酒清水 搅打醇泥 浓稠度大概像我这样就好了 鸡肉的精华已经全部煮出来了 把汤锅一遍筛倒入汤锅中 鸡汤再次煮开后倒入鸡笼 鸡笼会缓缓地吸收掉汤汁中的杂质 让汤变得像泉水一样清澈 白菜撕掉最外面的几层 把菜叶的部分修剪一下 修剪成莲花的形状 放入盘子里 淋上点汤汁 蒸上15分钟 平平无奇的名字 开水白菜味道却如此让人惊讶 一整只鸡的精华都在这清汤中 白菜自带的清甜和鸡汤的鲜 融合在了一起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啊 快 做给鸭肉人吃吧 这才不是人说的 叫鸭肉人吃吧 那这才是什么